现在已经上来了 结果上来这里也停电了 准备烧点水喝就烧不了 停电了 我爸回来了 我们从七点半的时候走的 然后现在七点五十八 走的还算是快 一个多小时 快一个半小时 这个地上都是猪草喂猪的 我爸刚刚又弄了一些回来 你人家身上猪草菜 西瓜呀 我爸摘的西瓜 我以为是弄的猪草呢 我们家的猪吃的这些猪草 地里面弄的草 老家也种了一点点西瓜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个 这听电了 早上事儿听电了 这之前也不再听 也不再听 地下也是 这不大会是 豆子上来了 他一直跟着巴上 都不想听 他巴上刚才不想听 他工人呀 他家人家没进 他都不想走 木头也不想走 他真是个鸭鸭鸭鸭鸭鸭 这才真是个黑丫鸭鸭鸭鸭 他是他最想跟人 他跟着往来 他都不想抓地下 你以为呀 说实话 你生个月小的抓地下必忍 豆豆 我希望抓地多 他都不想抓地 你让别上来 跟着巴上来 一会 他压根都上来 不想看 门前长到那个泥 是 这个泥还使得厚 我吃不好 我都吃 都吃了十几 没关系 腾一个泥 这个泥长到我家门前了 就那个树上 腾一个 还挺甜的 这这个皮有点硬 田中带了一点酸 蛮好吃的味道 我们小时候吃泥就是这样 我也想吃一个哟 把他皮都啃掉 然后再这样吃 来点了呀 因为我们这里 这几天高温 然后山区那个店老是会停 我妈说 我爸说这上面也是老型店 这里就是没有打药 然后他 长得不怎么好 有的都被虫吃了 看这个天蓝的呦 天上好干净呀 我爸在剁猪草 这个是他剁好了的 这个就是比较干净的猪草 下面的根都剁掉了 要把这个根剁掉 然后只给猪吃那个干净的 好的 这一根也可以给猪吃 直接进到猪圈里面 让他们吃吃 我家猪平常吃的就是这个玉米面 有时候有黄豆呀 什么麦夫呀 都会给猪吃 然后就是掺和我爸爸刚刚剁的这种草 给它掺在一起喂猪 所以我家猪吃的还挺健康的 都是有机食品 因为我们人吃的还有机呢 这个完全就是地里面那个草 然后粮食 猪其实吃的挺好的 我以为我爸这个要喂猪 到了 还说这个猪不吃 就到了 你们问我爸每天在老家忙什么 他基本上都是在忙牲口 这个季节不是楼忙季节 然后每天就是把牲口喂好 牛放好 现在在剁猪草 这是剁了喂猪的 然后家里面的鸡呀什么的 也有时候也会吃这些 像现在是中午 正好是中午 大太阳的时候就不会去山上 也不会去地里 就在家里面 就把猪草什么的剁了 然后凉快的时候 就是晚上的时候要喂猪的时候 就把它弄去喂猪 大家好 我是小小花 现在我在我们的老屋 就是山顶的老家 山顶的老家是土房子 我给你们看一下 右边这里 这个是一个熏烟房 以前我们家中烟 中烟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 烤烟的一个房子 烤烟炉子 就在这里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过道 过道这边 这里有一个厨房 然后厨房进去给你们看一下 进厨房了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灶台 我爸爸一个人在家的话 就是用那个煤气灶 那里有个锅 然后这里有个桌子 电饭锅呀 烧水壶什么都有 然后这边有一个桌子 平常我爸一个人在家 家里面没有收拾 然后这边黑黑的就 就看不见 这边是以前一个烤火的一个屋子 里面有一个暖炉 冬天在这边烤火 然后往这边走 这个过道的右边 这边以前是一个卧室 现在就我们没有在这边住 然后那个床就搬走了 然后左边这边有个冰箱 然后这边是个楼梯 楼梯上去 上面是二楼 不开灯的话看不见 就有冰箱 冰箱里面就是 也放有一些肉什么的 平时我爸吃的菜 就是也是有的 然后肉也会有的 然后那边 那里面其实也是个卧室 然后不开灯看不见 所以说就不给你们看了 然后再往这边走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 就是我们说的堂屋 我儿子坐在那里看电视 这边堆着猪草 然后那个是打猪刺尿的机器 粉碎机那个是个 然后这边那边也有房间 那边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卧室 是我爸爸在那里睡觉 然后这边卧室的左边 还有一个房间堆着杂物的东西 就是杂物间 然后我妈妈坐在这里看手机 然后今天我们在讨麦子 出来的话 门口就是这样子的 给你们看一下屋外的全景 这样子 刚刚我就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个客厅 然后那个上面是二楼 二楼是木头 就是用木头建起来的 就是那个木板隔起来的 然后外面这个墙就是土雷起来的 那这样看 这个就是那个我刚刚说的烤烟的那个房子 这个烤烟的房子 以前烤烟现在就把它闲置了 没有烤烟了 但是我爸爸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杂物间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是磨面粉的 看看我爸爸在脑家吃的什么 这个是青椒炒黄瓜 汤好吃一些 还有番茄蛋汤 然后炒的那个四季豆 这个是我们带上来的油饼 青椒炒四季豆啊 这里面放的青椒大 我爸爸刚刚炒的太 我就吃点这个就好了 对我爸爸就喜欢吃辣的 他每盘菜里面都放了辣椒 他自己炒的 是不是 西红柿蛋汤 我爸炒这个黄瓜很好吃 然后这个豆子也很好吃 我也喜欢吃辣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菜都好吃